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40年被开辟为抗日根据地成立了青年报国会武装游击小组经常袭击日北军 1941年5月封于敦林河县第八区区长李星与散水头村游击小组在村北社府 一举击溃日扣部队并击毙包括日本宪兵武长班本席一在内的20多名日扣 给抗日群众以极大鼓舞抗日战争时期河北青年光荣参加抗日队伍 但是遭到打击的日扣并不甘心被消灭 此后侵占玉田县的日扣山岗中队长带领日军三次血洗散水村 烧毁民房屠杀百姓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扣第一次血洗散水村是在七月八日浮晓 约六十多名日后包围了村子 把二百多名刚刚准备起床的村民强行赶到村东大庙中 借口找抗日军队和给抗日军队办事的人 将郭文华的七泽和七四 醉的女儿活活溺死在庙寇的河里 后来日扣又拉出张宇等三人进行灌粮水 毒打 要他们招供谁是抗日军人 谁为抗日军队办或是 被抓群众忍着巨大的痛苦一声不吭 恼羞成怒的日扣正想将他们抛入河中 好在当时抗日游击队袭击了散水 村不远处得了大寒庄 日扣接到命令扣赶过去支援 张宇等人才幸免遇了 抗日战争时期 河北青年光荣参加抗日队伍 日扣对散水村的第二次屠杀发生在八月五日 当天一百二十名日本兵包围了村子 把位极躲避的一百多名男女老少 全部赶到村东大庙里 又是借口有抗日军人在村中 把汪世成、张世宇和王胜德等十三名群众抓去审论 然后用石头砸 枪刺挑、扬刀砍等惨无人道的手段将他们杀死 这一天日扣杀人之后 甚至对尸体进行侮辱和糟谈 被杀群众有的被破腹关心 有的被开炉取脑 同时兽兵们还把二十多名妇女封锁在大庙的殿堂里 用毒瓦私讯 村民李延顺眼兼乡亲们就要活不成了 便冒险绕到大殿后面 想踹开大殿后门救出妇女们 结果被日寇发现后被当场打死 轮陷区的群众不过幸运的是李延顺 虽然没有救出被困妇女 但是后来因为日寇接到通知迅速撤离 被选的妇女虽然有人中毒留下了后遗症 但全部保住了性命 侵犯中国的日口部队 第三次屠杀发生在11月8日 当天一百五十多名日伪军再次冲出散水村 他们把120多名村民砍到村栏控场上 在一口废井中燃起大火 仍然以寻找抗日军人为名 将村民一个个拉出来 跪在井边吠冷 凡是回答不出者就用刺刀敲入废井里 直接被大火烧成灰 就这样 藏间有郭坤 王宝树等八人被残杀并焚尸 临走时 日寇还抓走卢警方 张金等十多名群众 他们没有一人活着回去 有的被杀害 有的却生死不明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